这台来自惠普的战略6 6代酷睿版已经发布了一年的时间了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愿意称它为4000架位最好的商务笔记本 并且实话实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带着它到处跑发布会的 其实在我做视频的这几年像这位观众发过这样私信的人不在少数 有时候我一想也是比起发布会前几天才拿到机器 炎炎洒洒测一堆数据 up主本人真正使用过一段时间的主观感受 对大家来说可能参考性更大些 所以这就是咱们第一期自用30天的第一台产品 惠普战略6 6代酷睿版 首先先看一下最重要的价格 实际上价格这个点也是我更愿意使用它最重要的理由 最近正好赶上京东的那个开工机活动 战略6这台机器的价格比之前又便宜了一些 那目前我自己用的这个酷睿版的i5加上1T硬盘的版本 已经来到了3899元 所以本期视频无论我提到它的任何优点还有缺点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时刻的记住 现在的战略6其实已经是一台不到4000块的笔记本电脑了 实际上不管你问任何一位战略6买家 包括我在内 在刚刚打开这台机器的包装的时候 可能心里多少都会嘀咕一下 这好像有点过于实在了吧 那对于一台大几千的产品 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脑还是电视 用纸壳包装的确会显得不那么体面 就说实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环保这个事了 我觉得只要不像果子那样 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的环保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最起码我也不讨厌 除了包装以外 我相信大部分战略6的买家 对于这台机器的第一印象就是 它好像跟身边上那些主打千毛 还有年轻化的千毛本有点不太一样 当然了大家应该都知道 更厚的机身也带来其他好处 比如说双内存加上双MR茶槽 有关战略6这个机器 其实在后台问我屏幕这个问题的观众可能会更多一些 那说到屏幕 考虑到了续航表现 所以说它在参数上只是一个1080P加上60Hz 那这个也是战略6从三代开始一脉相承的规格 实际上他们也是有做出努力的 比如说就在这一代 战略6的15寸的版本上 就给到了2.5K 120Hz的屏幕选择 但总之你要知道 在14寸这里到今天为止 的确也就只有一种屏幕规格可以选择 不过好在这个屏幕是一个雾面屏 而且亮度足足有475尼特 所以说在室外使用的时候 倒是能够很轻易的看清楚屏幕上的内容 战略6这台机器真的是那种初见甜一般 但是用的时间越久你越喜欢机器 对于我个人来说 降低成本所带来的负面体验 几乎就仅限于刚才那些了 而其他方面几乎都很对我个人的胃口 就比如说这个接口就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了 讲到RJ45网口这个接口 我应该最起码有3-4年没有在笔记本上使用过了 但就在年前 大概是12月还是1月份的时候 我还真有一次在一家无线网特别不稳定的酒店 开直播的时候用到这个网口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某天下午 咱们转播百度的这个自动驾驶的直播的时候 那一次的这个直播设备呢 其实就是战略6这台机器 而我更愿意把战略6带出去码字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因为它也是我能够找到在4000块这个价位里边 键盘的输入体验 还有建成最舒服的产品没有之一 有人可能会担心这里 也就是电源键误出的问题 实际上差不多从3代还是4代开始 轻触就已经不会关机了 这点可以放心 不过在软件上它也有好的地方 就比如说咱们去年评测过的这个绘管家功能 具体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期视频 那绘管家这个软件呢 的确是远程的帮我很快的解决了一些问题 那当然了在软件上 可能更多人会吐槽的是 战略6这个机器啊 它没有像其他的轻胞本 可以在三种性能模式下进行切换 比如说什么安静模式 平衡模式 野兽模式 那战略6这个机器不是这样 它只有这一个30瓦TDP的默认模式 在咱们去年的评测里边呢 其实我把这个当做了一个缺点 然而当我真正把它当做一台办公用品的时候 反而是另一种感觉 怎么给大家描述这种感觉呢 我觉得还是举个例子吧 就比如说啊 像某些品牌的轻胞本 我可能需要在端定之后 打开软件 然后调节到节电模式 接着呢再降低屏幕的刷新率 以获得一个最好的续航效果 但是战略6这个机器 它毕竟是1080P60Hz 而且没有任何的调节选项 这样一来呢 反而你可以更加没有压力的脱离电源使用 尤其是在频繁插8电源的公司里边 这种策略反而还更加省心了 至于续航呢 我在从上海到西安这5个多小时的高铁上 进行了World加网页 加上后台微信这种中低负载工作 从开始到结束 中间大概有一个小时的空载期 直到我下车的时候 电池大概还上32% 那这个和PCMAC8的7个多小时的续航成绩 也基本吃平 即使是在面对最近新发布的这些 Ultra出席的新品信号本的时候也并不落下风 不过就在我测试续航的时候 我有一个大胆的设想 来于战利6并不支持5G SIM卡 所以说全程我都是用手机热点进行的查阅资料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 接下来战利6 7代能不能把4G 或者5G SIM卡这个功能 也下放到4000块这个价位呢 正好战利6现在这个模具 貌似也是有本身预留SIM卡槽的 刚才我有提到 战利6 6代酷睿版的TDP依然是30W 所以说它使用的是在低功耗下 表现更好的P28处理器i5-U340P 而不是标压的i5-U3500H 那具体的性能表现还有数据 咱们就一图留过吧 实际上呢 本期视频我几乎不会想任何有关性能的问题 因为即使是在断电的状态下 它相比插电性能也没差多少 那最关键的是 英特尔的这个四大盒加上八桥的规格 以及包括市面上现在所有在售的轻薄本 实际上它们的这个性能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目前对于办公的所有需求了 我估计很多打算买真的6这种轻薄本或者说商务本的用户 跟我一样都是更在乎的是发热量以及噪音这两项的 噪音部分我测试下来呢 在烤机的时候 也就是说在这个极限环境下 在室内大约是38分贝 那38分贝是什么概念呢 基本上可以说是完全融入环境音 那并且我们测下来这个噪音的频率非常非常低 完全不尖锐 本来我还带着相机准备测试它在静止的列车上的真实听感 那最后我发现还是多虑了 这个环境音完全是把机器的噪音给盖了过去 接下来就是咱们频道刚刚搞的一个模拟噪音测试了 那这个主要就是帮大家模拟一下 笔记本在图书馆这个场景里面的真实听感 那上面这个分贝值咱们就不多解释了 下面的这个频谱图的这些蓝色字体 代表的就是笔记本的峰值噪音 越靠右 噪音越尖锐 听着呢也就更难受些 总之这个环境呢 咱们以后就常驻了 我建议大家带上耳机来感受一下 我这一个月用下来呢 基本上在你办公还有看视频 包括码字的时候 哪怕是B站上带弹幕的4K视频 也几乎呢是维持在33到35分贝这个水平 键盘上方这里最高温度是36度 控制的非常好 其实咱们每一期的战略6评测 从三代到六代 都会有人说啊 他们公司采购的也是这个机器 实际上对于公司还有些集团而言呢 选择这一台机器 或者说选择商务本这种类型的产品 考虑最多的点呢 一定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任何一项参数 而是售后 除了所谓的军工人证带来的稳定性以外呢 大部分企业看中的 则是这个随叫随到的上门维修服务 不过非常不幸的是啊 在我们这一个月的使用中 机器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但也没有关系啊 其实早在前一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已经针对上门事后 进行专门的测试了 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的确非常高效 但是我估计啊 惠普可能还是觉得 这个一年的上门事后 有点不太够 所以这两年呢 惠普在这个已经比较良心的 事后政策上不断的加码了 先是在去年呢 他们把上门事后 从一年提升到两年 那这个还没完啊 再到去年双11开始 他们有追加了一个 满血复原提速服务 那这个服务呢 它的详细内容和字面上是一样的 并且我觉得至少对于B站的观众来说 这个东西你们肯定会特别感兴趣 因为这个里边包括了主板清洁 甚至还有换硅脂 清灰 外加各种外观上的清理 那正好啊 咱们也是刚好在23年10月份之后购买的 再等一段时间吧 比如说到下个月 或者说下下个月的时候 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换新服务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换新法吧 OK 以上呢 就是我对战略6 6代酷睿版这个机器 自用一个月之后的心得还有感受了 以下呢就是战略6 6代 在目前市场下的优点还有缺点的总结 大家可以进行参考 尤其是在最近某东西营这边的价格 进一步降低之后 精力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对于我自己来说 它说到底本身就是一个不到4000块产品 和新发布5000块起步的Ultra金毛本 它压根就不是一个赛道的 抛开其他部署 光是这个售后政策 实际上就已经足够打动 很多3000到4000块预算的用户了 那包括我在那边 但假如你以一个商务用户的视角 比如说我自己使用这一个月 几乎呢就是用它来完成拆绿 直播 码字 以及一些简单的游戏 那么这些所谓的槽点呢 又会以更强的扩展性 更长的续航 还有更强的操作 反补给你 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期的 自用30天的评测视频 那如果屏幕前的你 也有想让我亲自使用一个月 并且做出评测的产品的话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只要是符合我的需求 并且我个人也比较喜欢的 那自然会一个一个安排上它 那本期就是这样 咱们下期再见了